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2021-2022賽季歐冠決賽,利物浦將再次與皇馬相遇 利物浦當家球星穆罕默德沙拿在接受天空體育專訪的時候就說 利物浦全隊已經逼不及待對陣皇馬 在2018年,利物浦和皇馬在歐冠決賽的基庫上演 穆罕默德沙拿在上半場因為肩部受傷無奈退場 皇馬最終以3比1戰勝利物浦奪得了當個賽季的歐冠冠軍 在這次專訪中穆罕默德沙拿就坦然 他更想與皇馬交戰而不是曼城 如果你問我們球會中每個人都想要這場比賽 我不知道為何我們不停地談論他 我現在可以很明確地說我想要這場比賽 相比起曼城我更想對陣皇馬 當然我們不要過預他們 他們是一支令人印意自信的球隊 偉大的教練、偉大的球員 當他們問我歐冠決賽想踢誰的時候 我會說皇馬,答案很簡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讚我們的play 我們在安波足球快速 多謝你的讚和支持 我會說皇馬行,對你在哪兒 那麼時會拍下這場比賽 我會說皇馬上違和評論 他會選擇 然後我會選擇 前程 是 指示